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空气学堂 继续学习我们的移动开发课程 我是大家老朋友小若 坐在我身边的也是大家老孙老郭 Hello,大家好 郭老师 你看上街课顺序的流程 你就讲了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是吧 对,剩下的选择和循环 是不是也特别简单 这个可不是这样的 我们经常会讲 我们说有一个 我们汉语里边有一个词叫抉择有没有 这个抉择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选择 还是要经过很多的思考 才能做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选择 就像我们程序也一样 这个选择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 像顺序那样 我们就是由上而下顺序执行了 这个选择还是非常麻烦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选择里边有if or else 那if or else里边还可以去签套 然后这个不光是这个 这个其实这个if or else里边还有 就是签套多了之后 这个程序结构就乱了 那怎么办呢 还有另外的一个语法结构叫switch 就是开关 那么另外还有什么叫三元运算等等 那么这个选择还是稍微麻烦一些 听起来就比这个顺序要难很多 难很其实也不难就是知识点会多一些 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if语句 这个其实呢我们这个都叫语句了 这个说有if语句 然后呢有循环语句呀 什么一些语句啊 那么第二个其实这个if语句呢 它有很多这个我们叫这个叫什么呀 呃衍生品或者是叫这个不同的版本啊 比如说有这个if or else 还有呢if or else if 还有这个什么等等等等啊 这个if or else的一个签套 这个呢都属于if 那么后边呢会讲到另外一个叫switch 多重判断 多重判断 那么后边还有一个叫三元运算的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f 呃还是我们看一下现实生涛和当中呢 其实呢我们要做出判断的情况会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早晨上班来了 那个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我们想一下一早晨一起来 我们这个大脑就不停的在做判断 嗯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对 说早晨起来了这个呃 我特别口渴 嗯 那我怎么样了 如果我口渴我就去喝水 不口渴我就不喝了 嗯是吧 你你首先要身体各方面要做出一个判断 然后一看这个一看表是这样 七点了 那我立刻做出一个判断 让行动要快一点 对是吧 那洗脸按漱口刷牙 然后赶快吃早餐 然后去上班 如果今天醒的特别早 五点半就醒了 睡着了 那就慢慢悠悠的 哎就慢慢悠悠的 是不是每时每刻都要做出判断 对就是这样了 这是我们这个刚才说这个 那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呢 那我可能就是什么 坐公交去上班了 嗯是吧 然后这个低探生活 是吧 那否则今天说下雨了 岛道上这个道路比较泥泥 然后呢这个不好走 那我就开车去上班 或者是说 我哎呀这个 今天工作也天了非常累了 我就休息一会儿 嗯 否则呢我会继续工作 哎也就是说现实升官大中呢 随处可见的这些判断 能放到程序里面 又该如何来实现 嗯 这里边呢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呃 条件语句啊 if else 它叫选择 或者叫分支 有人也叫判断啊 道理都是一样的 这个语法结构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 if 括号里边呢 有一个表达式 后边呢 有一个语句 哎 我们一定要用英文这个if啊 不能用这个汉字那个如果 就说有一个清华大学一个教授啊 他说 我们要汉化这个C语言 怎么样汉化呢 那么把if else都改成什么呀 汉字的如果 那么 那么开发这套程序了 汉化了好几年 现在也没有真正汉化好 谁说呢 我们有的时候不是真真一声 说是崇洋媚外啊 就说 谁的好就学习谁的 嗯 是吧 我们要这个 借鉴和发扬 就是我们这个汉语 汉语好说 汉语有这个博大精深 是吧 但是呢 这个英语就比较简洁 if else 就比你那个汉字 如果那么更简洁一些 是吧 那么这里边是if 也就是如果了 嗯 这个表达式的条件为真 后边这个语句呢 就执行 否则那条就不执行啊 那么首先要计算这个表达式的值 这个表达式呢 它是 可疑是一个关系表达式 或者是一个逻辑表达式 它的结果呢 呃 要么是真 要么是假 懂这意思吧 嗯 呃 比如说下边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例子啊 就是 intl性的一个变量叫seek seek是什么意思呢 生病了 是吧 生病了 呃 在c元里边呢 它没有这个真假这样一个定义啊 那么它的真假呢 就是非零代表真 嗯 比如说你-1也代表真 因为不是零 哦 不是零它就是真的 非零就是真 然后呢 除了这种情况下 其他的都是 零就是代表假 那么如果病了 就是生病了 这下休息 嗯 那下边这这呢 还有比如说A等于3 B等于2 C等于1 如果A大于B 并且A大于C 那就是A大于B 然后呢 A大于C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地方可以是一个表达式啊 其实可以是一个长量 也可以是一个变量 还可以是一个表达式 但是你的计算结果呢 必须是一个就是这个真或者假这样一个结果 嗯 那我们去看看 嗯 打开我们的S code 我们来新建一个product 06-02 下一步 OK 那么在这呢 这一节我们讲的是这个 选择是吧 嗯对 选择 嗯 选择也叫什么呀 这个分支啊 分支 那么就是if else 这个if if else 那么其实啊 这个有很多变种 就说 if 可以直接if啊 后边括号 后边是一个叫语句 还可以是什么 if else 这种格式的 还可以是if else 然后if 然后if 这种格式的 嗯 还可以这个签套 就光是if else 就有这么多的变种 是吧 嗯 什么阿波拉病毒 是吧 有很多变种 但我们这个if else 也有非常多的变种 下面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 嗯 说这个语法结构 刚才说了 第一点我们讲的就是这个 语法 这个语法结构什么样的 if 这个地方是一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呢 可以是这个 呃 关系表达式 或者是逻辑 呃 表达式 那么这个其实啊 或者是一个成量 或者是一个变量都可以啊 表达式吗 嗯 懂吧 那一般情况下这个后边是一个 语句 如果这个表达式为真 呃 表达式为真 呃 这个表达式为真 就是真就是什么呀 刚才我们说的是 非零 非零 对 嗯 就执行这个 语句 那否则 就这个 不执行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个实例啊 看一下根据刚才这个语法结构 那么这个地方这个表达式呢 经常情况下是一个 关系表达式 或者是一个逻辑表达式 懂得意思吧 嗯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可以这儿 if 1 然后这个printlet 呃 我们说这个 执行 这条 语句 感恩 common r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我们不用 虽然说它也成立的 我们想一下这个地方 你写成0或者1 因为你已经非常明确了这个条件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它无论怎样 后边这句话都要执行 所以说前面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 嗯 懂得意思吧 嗯 就说 我一定要 去看周杰龙的演唱会 无论瓜分下雨 是吧 对 所以我都要去看呀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你就不要再跟我讲话了 我怎么样了 你做这个判断 跟没做判断是一样的 嗯 是吧 嗯 那么其实呢更多的情况下呢 它至少是一个变量 比如说 我们这个地方呢 呃 我说Intel类型有一个seq 等于1 那么我现在呢 这个给它这个seq这个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呢 就有可能是1 有可能是0了 嗯 懂得意思吧 嗯嗯 那么尤其是这个 是函数的情况下 那我当改成0的 这句话不执行了 嗯 当我刚才改成1的时候呢 它这句话就会执行 那么这是这个表达式 那么除了这种情况下 长量变量之外呢 这个表达式还可以是 一个关系表达式 这个情况下比较多 嗯 就是说 它经常会是一个关系表达式 什么叫关系表达式小说 这个关系算还记住吧 嗯 记得 大一记住 大一等一 然后小一 小一等一 然后相等 还有这个不相等 嗯 还记着吧 记着 那么我要 我说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B等一二 说这个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 说是这教育小孩一个故事 叫孔融让梨 嗯 听说过没有 说那个怎么会是呢 把那个大梨让给大人吃 是吧 这个我发现现在的小孩 的确是需要教育的 我家那小孩这个一周多了啊 发现回家吃苹果的时候 他就挺霸道的 嗯 然后呢我给他切了一小块吃 他非把我手里边整个那个药肘 然后他为那小块再给我 嗯 那么这种情况他从小就知道大小 是吧 嗯 那么我们现在的成绩当中 我们要比较一个大小 怎么比较 说判断下A和Bc大 嗯 这一般是不是我们有一个条件 做出一个判断对吧 对 if else 那么 我们先说这个if啊 这个 如果A大于B 那我们这家输出一个就是这个 说A大于B-N 那么发现这个地方没有执行 那么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呀 这个地方我们的int类型的一个 R等于A大于B 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关系表达式的运行结果 R等于百分D 关系表达式它的一个运行结果是什么呀 现在我在这给他一个R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结果R等于0 嗯 就说如果这个条件比甲 关系表达式里边的甲 甲就是0 对吧 嗯 那真呢 非0的 真就是1 我改这个A改称100 我们来看看 A改称100 你发现这个表达式是1 对 就说一般情况下呢 很多人在这来定义 就说我这个 我就做一个定义 说这个Define 嗯 Define 定义一个红 是这个处 代表1 然后Define 这个False 嗯 False定义成0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就怎么样 可以给它这个处口的False 这个地方我们一般还要这样定义 说type type Define 一个 呃 布尔类型 呃 呃 TypeDefine 类型定义 那么这里边是 布尔 然后后边可以定义成 int 这什么类型 什么意思呢 嗯 int 然后布尔 这样的啊 嗯 那么前边这个已存在类型把它定义成一个新类型 那么现在我这个地方就可以怎么样了 这个用这个布尔类型 也就是这样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好看 嗯 甚至是我们一个条件判断我们说定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货的类型 那么 Compare 我们说这个 比较 呃 Compare int int 类型的A int类型的B 然后呢 如果这个A 大于B 我们就 return一个 true else 呃 我们else还没讲 后边我们再来讲这个 else return一个false 那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 首先是 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返回的什么类型呢 int类型的 是吧 因为布尔就是int类型的 在这 true就是1 1其实就是int类型 false是0也是int类型的 跟我这个返回值是匹配的 那么这样看起来呢 我知道这是返回值布尔类型的 true false 真和假 这样理解起来是不是比较方便 也有人啊 经常会这样来定义啊 我们知道就ok了 就要理解一下这个真假 那么除了刚才我说的 你这个表达是可疑是 刚才这个是 关心算是吧 关心算 那么要比较三个数的大小呢 int类型的A等于1 B等于2 这个C等于3 我想比较这三个数哪个大 那怎么比较呢 如果A1大也B是吧 每个和每个比 那是那样 用程序比 那你一眼就看出三大了 那实际当中你是看不着的 是意思吧 实际当中你根本看不到 比如说我给你写一个数 你就看一下哪个大 现在你一眼看不出来哪个大 嗯 你说这两个数哪个大 这个你是一眼看不出来哪个大的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比呢 就是 我先A和B比是吧 嗯 如果A比B大 再如果怎么样呢 A要比C大 那C大 A比 那就A大了 那就A大了是吧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那这个地方如果A1不比C大 A1不 A比C小 那怎么比呢 那怎么 嗯 比个非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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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我再教你这个怎么算 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讲到千套衣服了 这个后边我们再告诉你怎么算 这个 嗯 这个地方其实还要 就说我们的算法是 我们会算了 告诉计算机 而不是让计算机替我们算 你本身自己 都不会比这个A,B,C哪个大 你不会判断 然后计算机也不会给你做出判断 懂得意思吧 嗯嗯 如果是A大于B 那我们简单就输出一个 我们 我们在这加一个并且 并且A大于C 那么现在谁大 A比B大 并且A比C大 那肯定是A大 嗯 是吧 肯定是A大 A比B大 这个并且这是逻辑语的关系 是吧 就是说 这个地方 它返回值 我们还是这样来 来这个 说计算机型的R A大于B 并且A大于C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个结果其实跟刚才那道理一样的 代表上D-N 这个R 那么在这呢 我们给它这个R 其实跟刚才那道理一样 我们再把这个R输出看一下 R等几啊 R等于0 那么跟下边这个道理一样的 你这个关系表达式和这个逻辑表达式 运算的结果都是一个真或者假 嗯 就是 无非它运向出来要么是1 要么是0 只有在两种选择 对吧 嗯 那么刚才讲了这个 讲了一个if 就是条件判断这个一个语法结构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地方可以是长量 嗯 嗯 一般都不是长量 嗯 也可以是变量 嗯 那么还可以是一个 关系表达式 是吧 对 那么还可以是一个逻辑表达式 OK 这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讲到的 有关这个 if语句的一个情况 那么再看看后边内容啊 这个if语句 刚才在这儿呢 简单说了一下这个语法结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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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